今天影片的主題是介紹異世界 異世界是日本的新興動畫文化 由這點引起的靈感 每個年代都有一個主題 每個年代都有一個課題 每個年代都有一個課題 這個課題是一種巧合 還是根本是一個agenda 推向我們人類進步進化 或者我們人類要知道那件事的契機 今天就想講一下這種感覺 先講日本 後回來香港 再講一下荷里活 三個景地的文化 他們似乎每個十年 每個年代都會有變化 都會轉一轉個 topic 讓你可能太悶了 可能舊的題目那麼悶了 換個新也不奇怪 又或者舊的題目已經研究夠了 那個世代的人都研究夠了 轉到新的題目又不奇怪 進化又不奇怪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尤其是在英國很空閒 有時候會想起這些事情 又會覺得不斷有些 topic 讓你去study 你有無法阻止 我在節目裡也講過 我們看日本動畫的年代 先講日本 看很多高達 基閒 黃金戰士 性鬥士 星刺 還有一些超時空曜賽 還有一些六神合體等等 全部都是機閒片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機閒 日本的機械人 機械東西都剛剛起飛 電器都剛剛起飛 很多電器的發明 那個年代很多新興的發明 爆了一大堆古靈精怪的東西 造就那個年代 也是造就那個動畫文化 因為動畫文化是反映到日本 中國沒有 有動畫市場的 但是被監控 日本的動畫文化 會自由很多 他現在所說 做的動畫都是很自由 圍到很自由 那時候很流行這些機閒 很多 你會受那個年代的影響 那個年代流行 也是一個很光陽 微重的年代 近幾十年 女權的崛起 迪斯尼的崛起 女性的崛起 多了一些女性化的動畫 女性做主角的動畫 甚至有些 開始出現異世界的動畫 以前也有異世界的動畫 但現在 一套都是異世界 又說什麼什麼 到異世界的勇者 上一世是 扎男 今世做了勇者 上一世是殺手 今世又做了勇者 全部都是這些 一打開那個動畫目錄 為什麼全部都是這些 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們上一代不是流行這些 是流行的 Ever 高達 那些全部都說了名字 很厲害的 還有一堆是我說不到名字 都很厲害的機閒影片 你會發覺 你以為是永遠 我在這個年代出生 看開機閒 突然之間 打開動畫的列表 今期看有什麼動畫 沒有 沒有我想看那些機閒影片 一套都沒有 以前是多到爆炸 現在是沒有 就是年代不同了 為什麼年代不同了 為什麼文化不同了 會不會根本就是 我們的集體意識不同了 我們集體意識不再需要 我們了解這件事 了解一個新的 topic 叫異世界 異世界是什麼 就是我的理解 異世界應該是平衡時空 多重宇宙 而多重宇宙的法則跟我們不同 很多時候都是有魔法的 包括哈里波特那些 都是類似 類似多重宇宙的一種創作 多重宇宙 往往是給人一種 無限的可能性空間 很多隻多重宇宙 但現在最流行是魔法 那隻 Dr.String也是在玩魔法 還有在日本 我覺得現在是靈性化了 其實異世界的探討 你也是在說靈魂的東西 雖然動畫裡沒有什麼 說靈魂的東西 但你感覺到其實是靈魂概念 何謂靈魂概念 以前幾人概念 以前是高科技的文明 高科技是人類進化的進程 現在是靈性的進程 當你有了高科技 你也要想想靈性方面 是這樣的意思 有沒有多重宇宙 有沒有投胎 在日本 你看到他這麼盛行的動畫 應該是相信這件事 在日本 他們也是很多神 神道教 很多神 滿天神佛 日本人本身也很相信這些論迴概念 比我們更加相信 因為他們以前是試過用法的概念 總之就是引入了在日本 直跟了日本 他們對法這個概念 比我們中國人更加相信 可以這樣說 我自己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他們信輪迴這個概念 再放入動畫的概念 往往是這樣的來 而我們中國是滅佛 很多時候都是滅的 我們都有佛 有寺廟 但很多時候 中國大陸 都叫你不要太迷信 撇除迷信 變相宗教會比較弱 根基會比較弱 我們香港都齊了 滿天神佛 耶穌和佛 住在一起 也挺有趣的 如果你說宗教的自由 例如我們英國 就不會看到佛的廟 即是中國的廟 香港是兩院都看到的 教堂也看到 廟也看到 很有趣的 所以日本人很有趣的 日本人的文化 其實他們是很團結的 他們團結了一件事 發言 輪迴 連動畫也做同一件事 一邊做一邊做 他做得來 你也要問一個問題 他們動畫產業本身是很激烈的競爭 你沒有人看 沒有收視 或者是沒有人支持你們 那部動畫是摺北的 他們不做的 你們看到他長做長有 即是有人相信 又不相信 也是一個世代的反應 他們傾向這件事 他們傾向有 即是這個世代的人 這個集體詞語 他們傾向信有一個 異世界 即是不同圍堵的世界 基本上 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很多科學家 都在嘗試引證 當然沒有實力的證據 但你會覺得 他們連科學家都去研究 只不過我們人類的智慧 太淺窄 未必理解那個世界 有機會是有的 只不過現在就是 以次元動畫 嘗試去幻想 另一個次元的世界 你見識到 日本的一個文化的誕生 不可逆轉 這個文化的誕生 很有趣 我看動畫 甚至我都要慢慢自己調整 我都會看異世界的動畫 挺有趣 但是真的很多 奇奇怪都是這樣 然後你會發覺 是我的問題 還是那個年代需要我變 在香港 我們是很現實的 來回香港 香港是現實世界 不跟你說一些二次元 2D、3D都不說 很現實的 說賣樓而已 說政治 我們香港 也有一個 agenda 以前六四就不用說 那些人都被捏下來 香港 然後到97年 97年金融風暴 也是回歸 也是一種人 就是我們 97年前後 我們香港人都面對一個移民的想法 危機 一種潮流 一個 agenda 我們香港也有 民兵中也有一個 agenda 主宰 就是 你在一個 中國一個這樣的政權的底下 生活 你需要不需要走呢 不斷問的 其實每個階段都有問的 六四那時問一次 八九六四那時問一次 有些人不走 當年在香港很多人上街 遊行 一百萬人上街 接著到97年 相安無事 但有一批人都走 有一批 有錢的那批人都走 接著二十多年之後 你看到 每一個 gender 其實都是有個故事 而我們97年到 今時今日 二三年 其實 或者去到19年 其實是說什麼呢 1997年到 就是一個溫水住話期 其實這段時間 就是在說一個溫水住話期 我們很大的 gender 就是我們的故事 我們香港的故事 是在說溫水住話的 我們很強烈感受到這件事情 我們香港很多事情慢慢改變 但是你不知道是什麼 你不知道是不是有危機 是危機 是危機還是機 你感覺不到 有危機 有些人買了樓 就升到 沒有朋友 坐著陳塘樓就發達了 危機就是買不到樓 你會成為今時今日的奴隸 兩種人的分界線 不同日本的文化 日本文化就是 他們會有精神的世界 去看回 因為他們相互無事 他們最多是很多地震 我們這邊就要面對現實 面對政權 那種想法 開始要產生一種 你要留還是走的想法 很明顯19年 香港是一個新的行程 就是有一個新的里程碑 一個新的時代誕生 要我們香港人想想 是不是要移民 你感覺到我們香港人的主題就是移民 日本那邊 當然他們很喜歡想一些異世界的創作 你看到他們的時代就是機械人 然後就是異世界 就是多重宇宙的研究 你看到他們一個文明的升級 我們還在想 我們應該找到一些很現實的東西 但日本是可以平衡的 又有出色的發明 又有精神的世界 這些才是真正的文明社會 我們香港和日本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去日本呢 就是人家吸收人家這些精神世界的東西 以及吸收人家那些先進的科技 對不對 廁所板也會噴水洗屁屁屁屁屁屁 思想空間越來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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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和日本人的命題 生存的命題很不同 所以你看到每個國家有一個生命的命題 而這個命題是差不多每十年轉一次 日本大家感覺到 香港大家感覺到 看看荷里活那邊 那邊也有 其實荷里活那邊 譬如美國 就是夢工場 荷里活 他們每十年都會改一改一個 題目的 即是整個 電影 突然流行那一類 然後 下一個十年又不流行 流行第二類 我記得我小時候就流行科幻 很多 Better to the Future Terminator 那些就是這樣誕生 外星人 那些 一大堆 總之就是外星文明 時空的穿梭 你想想一個先進國家 他們想到這些 我們香港人還在想 衛陳柳 供不供我 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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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已經搞定了實際的問題 我們香港人仍然 被政府玩到彈彈轉 還在想一些現實的問題 你就不空想想一些文化上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香港很多年 都被稱之為文化沙漠 不是絕對的沙漠 但是 你看到很難有一件事 是美國荷里活 打遍全世界 日本動畫文化 不用說 龍珠 全世界都很好吃 我們香港 有 你說這些文化 是有 功夫 李小龍 幸好還有個李小龍 撐住 幾十年後 又是說回李小龍 最慘就是 所以你嚴格來說 香港是文化沙漠 即是沒有東西出產 令到全世界是認識的 即是很爆炸性地認識的 基於我們香港人是實際的 但也都是有件事是影響全世界的 真的有件事影響全世界的 就是19年的遊行示威 很多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模仿我們的方法 那時候的遊行 炸傘 擋催淚彈 那些 所以你說嚴格來說 香港沒有東西出產 也不是的 不過是不同的層面 但是你看到其他國家 他們會開始產生一些很有趣的想法 即是 他們也有艱難的地方 也會產生一些很有趣的想法 但我們香港好像產生不到一些很有趣的想法 很先進 很有趣的文化 人家龍珠也想到 我們想到一些什麼呢 暴驚雲 烈蜂 也是香港而已 但也不能衝出去國際 有沒有東西衝出去國際 如果有一個想法 能夠衝出去國際的話 我覺得在集體潛意識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榮耀 簡單來說很多人都覺得這件事是真的 例如龍珠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但他畫得好 成為一個故事 一個精神 一個靈魂 似曾相識的靈魂 可能是我們心中 內心深處的一個英雄 人物的造型 一個典型 我們香港遊行示威 那時候 都可能成為全世界的一個典型 我們也有的 都不太多 要數一兩樣東西 好了 現在你會流行什麼呢 就是流行一些 超能力 英雄 那些東西 似乎有一個 agenda 現在這個世代 是不是開始接受一些 可能多重宇宙 也跟日本那邊的二世界 的說法是有共鳴 Multiverse Multiverse 其實以前上十年也有說 以前看過的 多巡宇宙 那些 Bet to Future 甚至是 但是 現在 可能會再強化 Multiverse 英雄 能力 超能力 超能力 以前也有說 但沒有說到 那麼仔細 到現在 每個人都要追看的故事 現在人們開始想 人類是否有超能力 是否有二世界 簡單來說 潛在的潛在 潛在的飲含 含意就是 人們開始覺醒 是否有這個 超能力 我自己確信有 平衡宇宙 我也確信有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 這些東西全部是無法引證的 但是現在就是透過一些文化的故事 想告訴大家 是否時候覺醒 想想是否有這件事 我也很有趣 好像世界往往有一個 很大型的課程 想你去讀 想你去跟進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察覺到 今天這個 異世界的分享 對 是否有這件事 我也很難說 我自己也很難說 不過 我覺得好像有呼應 好像要我們去覺醒 綁住這麼多 謝謝收看 拜拜